你可千萬別給我半肥了啊 浪捷舞開思 MISS團隊砲轟郭碧婷滑水 向左怪上節目組好離譜 浪捷舞收視慘淡 七位位或C位隱爭議 MISS團隊公開砲轟郭碧婷滑水 郭碧婷受節目組偏愛 向左戶妻怒對網友 隱重怒 被朝太子爺 隨著7月正式開啟 音樂鏡眼淚真人秀 歌手2024熱度下滑 話題度和收視率持續走低 本以為這會是浪捷舞的機會 谁知率先一步上線的浪捷舞 已經完成了成團錄製 不僅公演期間 熱度遠不及前幾季 就連成團夜的錄製 也沒有激起太大水花 可謂是5季以來最糊的一季了 縱觀浪捷舞 從出舞台到成團夜 除了嘉賓陣容不夠豪華 沒有出圈舞台等弊端 導致這季熱度不如預期外 姐姐們之間互動沒有化學反應 大家都端著只想展現完美的自己 各種體面 也是浪捷舞沒話題度 不出圈的關鍵 而眼看著節目已經錄完 不少姐姐卻倒游上了節目組 7月作為浪捷舞最當紅的一位 播出之前本以為能夠穩穩拿下C位 但是播出後卻各種被打壓最終不僅沒有拿到C位 還各種被吐槽野心大 油膩 其在節目播完後也直接回對了網友 簡直不要太霸氣 除了七微 早早被淘汰出局的MISS團隊也公開導遊郭碧婷 吐槽其滑水 害得隊友被淘汰 簡直不要太抓馬 MISS雖然不算真正的明星 但是卻是電競圈一解 這次勇闖娛樂圈 直接一輪游 讓不少人大呼遺憾 本以為MISS這次只是玩玩 再浪捷露個臉 也算大有收穫 並不會因為被淘汰的 早就心生不滿 誰知浪捷舞前角錄完 其後角就用小號公開炮轟郭碧婷攻演滑水 導致隊友被淘汰 俗話說今日流一線 他日好相見郭碧婷雖然婚後淡出了娛樂圈 但是好歹是向泰的兒媳 而且就浪解全程看 郭碧婷唱跳巨肺 但是仍然被高人氣姐姐搶著要 最後一路保送到決賽 可見不管是同參賽的姐姐 还是節目組都有意照顧郭碧婷 對其偏愛可見一般 MISS如此公開得罪郭碧婷 無疑是在打向泰的臉 起今後將面對什麼不言而喻 果不其然 隨著郭碧婷滑水爭議升級 當事人MISS最終親自下場道歉 解釋社交帳號式團隊在管理 炮轟郭碧婷並不是自己的本意 並且還放出了自己打遊戲的記錄 明確不是自己的意思 雖然這件事以MISS道歉告終 但是網友卻覺得他沒有道歉的必要 畢竟他說的就是實話 郭碧婷既然收錢參加浪解舞 就應該好好表現 在舞台上望動作拉跨整個團隊 大家都看得到 而且前四季有大把演員姐姐 她們也都不擅長唱跳 但滑水不認真的卻沒有 就連寧靜和奈英這種老太太級別的 都比郭碧婷表現得好 要知道 也就是郭碧婷路人員好 如果換作其他人這種表現 絕對會被吐槽得更加厲害 而這次MISS也道歉了 並且說了是團隊的原因 這件事勢必會隨著時間被淡忘 誰知向左卻發飆了 短時間內連發兩條博文 質問觀眾憑什麼說郭碧婷 還聲稱是節目組需要郭碧婷 她就算不出來也對其沒有影響 此番操作後直接引起了眾目 超多網友湧現到向左評論區 回擊保護郭碧婷本就是向左的事 她既然參加了節目 又是公眾人物 觀眾就有評論的權利 如果不想她面對這些 就讓她永遠在家裡帶孩子 不得不說 向左這次不僅一口氣得罪了觀眾 還責怪上了節目組以及芒果台 被網友嘲諷不愧是太子爺 如此囂張跋扈 確實 姐姐們參加浪姐 都有深陷輿論的可能 節目組只能做到不惡意剪輯 儘量讓每位姐姐完美呈現 但是要讓節目組專門保護郭碧婷 控制輿論 無嘴 要求未免太離譜了 也難怪網友會感嘆 向左做法不僅導致自己被潮 還拜了郭碧婷的路人員 最後 明星身為公眾人物 享受了普通人 永遠也無法企及的福利 接受有限範圍內的討論 也是應該的 如果不想被討論 那就退圈當個普通人更好 你們對此怎麼看 浪姐舞 竟玩黑馬逆襲劇本 年度冠軍隱全網不滿 他何得何能 今年浪姐成團業的風波 可謂前所未有 在缺少大咖作陣 話題度低迷的背景下 冠軍人選的揭曉 卻引發了全網嘩然 陳皓宇 這位並非熱門選手的女星 竟然逆襲成為總冠軍 她的登頂 是黑馬逆襲 還是節目組的策略 這場爭議背後 隱藏著怎樣的真相 讓我們一起揭開 浪姐冠軍之爭的迷霧 今年的浪姐節目 從籌備之初就備受關注 然而隨著節目的播出 觀眾發現這一季的星光 似乎暗淡了許多 缺少了前幾季那樣 震得住場子的大咖 節目的熱度和話題度 都大不如前 儘管如此 節目組還是努力 通過緊急調整對策 試圖挽回頹勢 隨著成團業的臨近 觀眾和粉絲們的期待值 也達到了頂峰 各種猜測和傳聞 在社交媒體上滿天飛 誰將成為這一季的冠軍 成為了大家熱議的焦點 而在這其中 陳浩宇的名字 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她的實力雖然不俗 但人氣和話題度 都相對較低 然而 就在成團業當晚 當冠軍人選揭曉的那一刻 全網都陷入了哗然 陳浩宇 這位並非熱門選手的女星 竟然逆襲成為了總冠軍 這個結果讓所有人 都感到意外和震驚 同時也引發了無數的爭議和質疑 陳浩宇的奪冠 引發了觀眾和網友們的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她的實力確實出眾 是當之無愧的冠軍 也有人認為她的奪冠 是節目組的策略安排 有內幕操作之顯 無論是哪種觀點 都讓陳浩宇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在爭議聲中 我們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 陳浩宇的奪冠 到底是憑藉實力 還是節目組的策略 從她的表現來看 她確實具備了一定的實力和潛力 從出舞台的經驗 四座到後續的穩定發揮 她都展現出了不俗的唱跳實力 和舞台魅力 然而 在人氣和話題度方面 她相較於其他選手 確實存在一定的差距 對於陳浩宇的奪冠 觀眾們的反應也是兩極分化 一方面 有觀眾認為她的實力 不足以支撑起冠軍的榮譽 她的奪冠是對其他選手的不公 另一方面 也有觀眾認為她的表現足夠出色 是當之無愧的冠軍 這種爭議和質疑 讓陳浩宇的奪冠之路 充滿了戲劇性 面對外界的質疑和爭議 節目組也及時做出了回應 她們表示 節目的評選過程公平公正 沒有任何內幕操作 陳浩宇的奪冠 完全是憑藉她的實力和表現 獲得的認可 同時 她們也呼籲觀眾們 理性看待比賽結果 尊重每一位選手的努力和付出 對於自己的奪冠 陳浩宇也表達了感謝和謙遜的態度 她表示自己很幸運 能夠獲得這個榮譽 同時也感謝所有支持她的人 她表示自己會繼續努力 提升自己的實力和表現 不辜負大家的期望和信任 浪解冠軍之爭的塵埃落定 讓我們看到了娛樂圈的殘酷和不確定性 在這個充滿競爭和機遇的舞台上 每一位選手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汗水 才能獲得成功 而陳浩宇的逆襲奪冠 也讓我們看到了實力和運氣的完美結合 無論結果如何 我們都應該尊重每一位選手的努力和付出 同時 我們也期待未來更多的優秀選手 能夠在這個舞台上綻放光彩 浪解舞爭議來了 和解組反敗為勝 尚文傑反應很真實 浪解舞中和解與尚文傑隊長PK引爭議 和解險勝反敗為勝 尚文傑失落落淚 尚文傑組李希瑞首輪淘汰 再引爭議 網友質疑賽制不公 希望後續比賽能更公平 讓選手們舒心追夢 嘖嘖嘖 這浪解舞的舞台上 和解和尚文傑兩位隊長的PK 可是讓人看得心潮澎湃呀 他們合作的不該 簡直堪稱先品 不愧是超女出身 果然不是蓋的 可就是這場對決 偏偏成了節目最大的爭議之一 你瞧 尚文傑小組明明贏了 結果到了和解和尚文傑單挑 和解酒票驚險獲勝 直接讓他的小組反敗為勝 這下可好 尚文傑全組都得為隊長背鍋 陷入了被淘汰的危機 要我說啊 他倆在不該中的表現 那叫一個有水準 可這結果一出 就有吃瓜群眾質疑了 尚文傑的唱功明明更佳 這輸了不冤枉嗎 怕是輸在人氣上了 巧了 那天正好是和解生日 這次能顯勝 多虧了比賽規則 多了隊長PK這個環節 要不是這個 他們小組可是輸給尚文傑組的 尚文傑這個當隊長的 下台後都忍不住哭了 真是不容易啊 尚文傑那叫一個真性情 輸了也不遮掩自己的失落 台上宣布結果的時候 他臉上的微笑明顯有點僵 直到和解主動擁抱 他才輕輕回應 台上說話都忍不住流淚 直言很可惜 對結果不滿意 還有個細節 回到台下接受安慰時 尚文傑直言最近很頹 在台上還一直反思 覺得如果自己再多花點心思 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唉 他是真的挺內疚的 更要命的是 一公表演前 就有淘汰名單傳出來 尚文傑組的李希瑞赫然在列 這可又引起了爭議 不少網友吐槽浪傑五的賽制不公平 質疑李希瑞人氣不低 怎麼會第一輪就被淘汰 不過呀 浪傑五這種大型競技類節目 比賽結果出現爭議也正常 只是這個隊長PK賽 對尚文傑來說 確實有點殘忍 讓他背了組內成員被淘汰的鍋 心裡過意不去呀 浪傑五的舞台就是這樣 精彩分成又充滿爭議 和傑和尚文傑的對決 既有驚心動魄的高光時刻 也有令人唏噓的遺憾 尚文傑輸在隊長PK上 不僅自己難過 還得承擔組員被淘汰的內疚 這壓力不可謂不大 而節目的賽制爭議 更是再次引發了大家 對公平性的思考 希望接下來的比賽 能夠給選手們一個更加公平 更加舒心的舞台吧 畢竟在這裡 他們都是在用汗水和努力 追逐夢想的人啊